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待会儿媒体的联访部分 我们会先安排电子媒体的访问 紧接的是平面媒体的联访 跟女儿的互动状况非常好 然后对因为其实这个主要还是在推广 就是所谓的这个不要体罚不要打小孩 那很多父母因为情绪可能是没办法控制 那你没有其他的出口 然后所以可能家里面的一些反心事 会造成你一个负面情绪 然后也许就发泄在小孩身上 那我们主要还是鼓励说 你希望父母都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抒发 或者是寻求帮助的管道 然后来让你自己的情绪有一个很好的出口 而不是把你的情绪转嫁到小孩子身上 那现在教小朋友功课会不会一下情绪就爆发起来了 倒也不会到爆发啦 可是就是确实有时候会需要冷静一下 因为怎么讲 但我是觉得我自己有了小孩之后的这几年 我的EQ变得更好 然后包容度也更高 因为可能你在面对小孩 你需要有另外一种另外一个情绪 然后不能像以前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 然后一下子快快快啊 然后什么什么的 那对待小孩当然是不能用这样子的方式 其实就是一起再跟小孩一起学习 然后一起成长 然后你真的是有时候快要接近临界点的时候 就是必须要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 真的就是深呼吸三秒 然后可能暂时离开这个现场 然后稍微count down一下之后 然后再回来再跟小孩继续做沟通 所以会跟华哥在教育孩子这部分比较有共识吗 还是会 其实我们俩的教育是蛮一致的 虽然说多多少少都会有 有些父母都会一个人扮白脸 一个人扮黑脸 可是我觉得其实双方的教养方式 一致是很重要的 不能说你这边什么什么都不行不行 然后另外一边什么什么都答应 所以基本上在大原则的 大原则这个方向呢 我们两个的教育是一致的 那其实其他的有一些比较 无关痛痒的小事 比如说他想要吃冰淇 我不让他吃 那你就问爸爸 那我其实我也没有那么胡让他吃 可是我觉得爸爸会让他吃嘛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比较OK 但大方向的话 我觉得父母两个人的教育方式 管教方式一致 我觉得对小孩也会比较好 所以他会比较容易跟华哥撒娇吗 然后都会啊都会 嗯爸爸会更容易得到他想要得到的要求 所以华哥是女儿撒瓜吗 算吗 嗯他他真的还蛮疼爱女儿的 嗯我也疼啊我也疼啊 就是我们两个方式比较不一样啦 嗯因为毕竟呃我在家里面还是比较主要照顾者嘛 那爸爸有时候会出去工作什么的 所以我们两个的方式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嗯 在新闻姐会吃醋法科对女儿比较好的时候吗 吃醋倒不会啦 因为他 因为我对女儿有时候也会比 我关注女儿有时候会比关注她多 那我觉得 好像我们不太会去跟 对方吃女儿的醋 嗯 新闻姐我们也想问说就是昨天你有po那个Vivian的就是合照 嗯嗯嗯 因为他的那个官司就是王力宏去提告说 就是他不是小三 嗯嗯嗯嗯 那就是你听到这件事也是觉得很祝福他吗 没有因为这本来就不是真的啊 嗯 所以我觉得呃就是 有这个 有这个 嗯 法律的判断 更加证实这事情就是不是真的 好 想问一下新闻姐 这前阵子是不是有发跟十六个夏天的合照 那最近有见面吗 最近没有见面 因为最近刚好是那个T台正在重播 然后我就在转电所有的时候看到 那因为后来一想好像 呃刚好今年是十年我们是2014年的也在三月多开拍的 我想哇天哪一下子这个十年就过了 然后大家结婚的结婚 有小孩的有小孩 真的这十年的大家转变蛮大的 但是我们其实比如说我啊 韦宁啊还有家健 我们私底下的联络都还蛮多的 所以就不会觉得说 好像怎么一下子十年过 好像大家都没什么联络这样 然后我就每次看到 就你还是忍不住会停下来 看到那个广告结束 嗯 新闻姐就是因为最近也是 就是好姐妹可能就是 离婚的也有像是Vivian跟Melody 然后你有关心一下他们吗 嗯嗯嗯都有 就他们灰单之后的生活有多 就是也很精彩嘛这样 嗯嗯都蛮好的啊 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po文啊 大家都还蛮努力的 在自己的生活上面 嗯嗯 那Vivian在乌鸣话说 那做完好姐妹有没有很新闻 那事情都过去了 我觉得人就是往前看 比较重要 有支持她在浪劫的一些就是 她没有去 她有去浪劫吗 就是好像 那进化就进化 进化有去浪劫 但我又还没有看到任何的 就是新闻公布说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情形 嗯对啊 嗯 自己会想去参加吗 完全不想 我没有没有这个本事 你也会唱歌 我不会跳舞 对啊这个比较那个不擅长 我还是专注在那个我的演演戏上面吧 所以现在哪一类的综艺比较可以吸引到呢 综艺哦 旅游的 对 如果有 有 这一类的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对啊 因为 疫情期间 大家都关了很久嘛 然后 因为现在有小孩的关系 所以我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单独自己跟朋友旅游的时间了 如果可以借工作之名 行旅游之时我会蛮开心的 嗯 那请问你最后想问说 就是下半年有机会可以看到你跟那个华哥的一些戏剧合作 没有这个计划 对啊 嗯 好 那我们新的一些作品啊 或是脚本有在构思 哦有有有 我们现在在筹备新的剧本 然后现在都还在剧本的阶段 因为我觉得最快应该 应该下半年吧 嗯